苗冰冰一刑警在社区电梯扣将男子压制 只见他左闪右躲拼命抵抗 双方拉拉扯扯僵持不下 男子拼命拒捕 原来是知道自己通气在身 25岁的失信通气犯为了躲避查气 随身还带着三把力气想要拨命 15号晚上遭警方埋伏逮捕 过程中还爆发肢体冲突 索性警方及时喷辣椒水将人制服 跟赵姐失信嫌犯一次为了不想服 兵役在新北鹿州等地四处躲藏 还长期使用毒品 因毒品妨碍兵役 遭法院判刑三年 两年前就应该要入监服刑 却没依照规定报道 最后却因邻居一句话身份摆露 于11月15日22时取 警方接获检举表示在鹿州区 关户路一处社区内有通气犯情势 立即派人前往查处 邻居早察觉异状向警方检举 社区内有通气犯 警方到场后实行男子一度顽强抵抗 但最终狼狈落网也将被送进牢狱 记者杨洁张贝兹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